这间罢,韩餐厅撑不下去了 老板惨魂业绩真的超惨 消息一出,网友的留言更酸 高雄一间网红餐厅,调客食堂 过去因表态力挺罢韩 以及禁止下载抖音者入店 还曾提高韩粉与刷复评的网友 引发不少风波 该餐厅7日无预警宣布 因为不堪长期亏损,极客流量稀少 所以决定在4月10日结束营业 贴文一出,涌入支持者们,流言力挺 不过也有大批PTT香米很酸 怎么,党没有给奶水喝吗 怎么倒闭了,连40%都不挺 可怜